光是單一顆的甜甜圈 就要109元 時間分點全部都收完 這個吃起來跟我們平常吃到的 真的完全不一樣耶 巧克力的這個濃度呢 真的是調和的非常完美 我只能說 貴 還是有它貴的道理 嗨 大家好 我是尼亞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這一次開箱的開頭呢 比較隨性一點 主要呢是想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Mr.Donut跟Gordiva聯名的甜甜圈 昨天大概是在下午3點的時候 決定先打個電話 因為這一次的甜甜圈呢 總共出了5款 那很怕說去了之後缺一個缺兩個 結果第一間打過去呢 不好意思 都收完了 一開始覺得有一點小驚訝 畢竟是跟Gordiva合作的 光是單一顆的甜甜圈 就要109元 結果沒想到搶翻天 打了第二間 第三間 第四間 我大概打了整個新北市地區的 十間分店 全部都收了 我整個傻爆言 看來台北人的消費力 還是蠻高的嘛 一顆109元 竟然搶到 所有分店 完全都沒有了 於是呢 我們就決定今天 一起床 趕快打電話過去 希望可以有貨 喂你好 想請問你們今天聯名款的甜甜圈 都還有嗎? 喔2點開賣嗎? 謝謝 掰掰 喔 終於知道了 是有這個限定時間開賣的 其他家有各自有不一樣的 有這種11點賣一波 3點賣一波的 看來昨天打過去的時間點 可能不太OK 那離我們家最近的店鋪呢 是2點開賣 現在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 那我們趕快換換衣服 整理整理 出發吧 啊 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啦 這樣的時間呢 差不多是1點40分 不知道裡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排隊了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其實有一些人在排隊 終於買到啦 因為現在還沒買就有送餐 一次選了9個 好重 現在是2點04分左右 才開賣4分鐘 限量款全部都收完了 超誇張 等一下1665喔 好 我們終於買到啦 只有前10個人可以拿到限量版的甜甜圈 只有前10個人可以拿到限量版的甜甜圈 後面的人呢他就直接說不好意思喔全部收完了 不到5分鐘欸真的是超誇張的 好險我沒有提前來排隊 那我們就趕快回家開箱吧 啊 好啦 我們終於回到家了 要來開箱 超厲害的甜甜圈 一顆呢都要109元 他是由Mr.Donut跟Godiva聯名做出來的5款甜甜圈 那有2款蛋糕圈 2款波提圈 跟1款波提 啊好期待喔 因為他每一款呢都是有融入這個Godiva的巧克力的 然後造型上呢也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現在就話話說說直接來看看吧 第一盒呢是這一次最簡單耶 最基本的款項 Godiva經典可可波提 那剛才看上去呢其實跟一般的巧克力波提 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不過多了一個Godiva的標籤 嗯 聞上去很香 比較像是高濃度巧克力會有的那種巧克力香氣 第二香呢是 Godiva真果焦糖可可翠麗波提圈 超級長的名字 重點是他還在這個甜甜圈的正中央 加了一大坨的巧克力 這感覺吃下去呢一定會超滿足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下一顆 Godiva經典可可波提圈 其實看上去跟商品圖有一點點的差別 脆片呢應該是要灑滿的 拿的時候掉了嗎 它中間是有做夾成的 就這個內餡的顏色看上去呢 比較像是莓果的內餡 因為它這次呢有出了三種不同的內餡 有濃郁真果 酸甜莓果 還有純厚伯爵三種內餡 那這個看起來呢比較像是莓果的 吃起來應該會是酸甜酸甜的 最後一盒想必就是這一次最厲害的蛋糕圈 Godiva莓果黑巧蛋糕圈 它的本體看上去就是不一樣的 最後一個是Godiva伯爵黑巧蛋糕圈 這個跟上一個蛋糕圈比起來的話呢 感覺內餡上呢又更多了一些 好啦簡單的介紹完之後呢 馬上就要來試吃環節了 怎麼辦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我覺得我們先從最簡單最基本款的波提開始吃好了 然後吃到最後一個就是蛋糕圈 經典的波提 好好吃喔 Godiva就是不一樣耶 這個吃起來 跟我們平常吃到的真的完全不一樣耶 你一咬下去 你還感覺到巧克力的那種濃郁在流動的感覺 再來呢就是Godiva它畢竟是巧克力裡面的奢華品牌 香氣非常非常的足 那巧克力的這個濃度呢 真的是調和的非常完美 哇 搞得好像我在巴工商一樣 真的很好吃 這還是最基本款的波提而已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再吃一口 第一款就這麼驚豔 那後面怎麼辦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吃第二款囉 第二款呢是這個經典可可波提圈 我感覺加了內餡之後呢 絕對只會更好吃而已 天哪 這次的聯名款完全不一樣耶 太扯了啦 首先你第一個咬下去 它的麵包的這個本體呢 非常的軟嫩 帶有一點Q彈的嚼勁 它的內餡呢 除了有這個伯爵的內餡之外啊 還有帶有巧克力的內餡 你會感覺到滿滿的內餡直接衝進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巧克力的香氣 欸 好好吃喔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還要再吃接下來 OK 那我們第三個呢 要吃的就是 增果膠糖可可脆麗波提圈 這個呢它就是沒有做內餡切開的部分 不過啊 它有在中間呢 加了一整坨的巧克力 而且這個巧克力呢 感覺是有做過調味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好好吃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我我剛剛說錯了 不是巧克力醬 它其實是真果醬 哇天啊 層次變得超豐富的 原來還有一個小小的彩蛋 就是在甜甜圈下面的部分 其實也都有做一層巧克力 它也是硬的 超級好吃 因為我本身是很愛真果醬啦 只要我真果醬呢 絕對是塗好塗滿 欸吃麵包像在吃真果醬一樣的那種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要來吃到 今天的重頭戲了 就是兩個蛋糕圈 登登登登登 看上去是非常好吃啦 伯爵黑巧蛋糕圈 內餡上呢 是五個裡面看起來最多的 因為我們可以從側面看到 直接大概就有個快一公分厚的內餡 咬下去不知道會不會 連在嘴巴都濕它 好特別喔 我們先說一下這個蛋糕圈 它因為變成是蛋糕的膏體呢 所以你在咬下去的同時 基本上它就是化開 甚至是有點快要鬆掉的那種蓬鬆感 非常的軟 而且它連蛋糕體的本身呢 都是用巧克力去做調製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欸 這個蛋糕體的部分呢 是直接就可以剝開的 我要說它這一顆蛋糕圈的內餡啊 跟前面三款也不一樣 它是沒有巧克力醬了 我真的吃不出來這是什麼味道 完蛋 那我覺得也算是好吃的啦 只不過我本身對於伯爵的那個香氣 沒有那麼的愛 所以純潤內餡的話呢 我是比較喜歡前三種的內餡啦 OK 那我們接著呢 就要來吃最後一款囉 美果黑巧蛋糕圈 可以看到它除了有這個巧克力的蛋糕膏體之外呢 打開我們可以看到內餡的部分 這次的內餡就很明顯了 就是一圈一圈一圈的 我覺得這個蛋糕體呢 吃起來會是最不甜膩的一個 帶有微酸的口感的感覺 看看是不是我說的 試試看 總結一句話 它很像在吃奢華的黑森林蛋糕 巧克力的膏體吃下去呢 帶有蓬鬆 但你又不會覺得說吃起來很空虛 然後呢 再來我們說到內餡的部分 太完美了 真的是太完美了 要很心機的呢 把這個伯爵的醬也加入裡面了 它就綜合掉 美果醬所帶來的 直接衝擊的那種酸 真的超好吃 這一款 絕對是今天最厲害的一款 不說了 說結尾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告落囉 讓我滿驚艷的 真的 很久沒有吃這種奢華的甜點了 我只能說 貴 還是有它貴的道理 每一個呢 其實都非常的好吃 今天讓我最驚艷的啊 其實是波提圈的部分 就是這個有加蒸果醬的波提圈 它的層次 老實說豐富度沒有很輸給蛋糕圈 只是因為蛋糕圈的膏體又比較不一樣了 所以它比較特別 大致上給它一個評分吧 我覺得如果以滿分十分來說的話呢 這五個甜甜圈可以給到 8.8分 我其實是覺得它本身就口味來說呢 是可以來到9分的 只要你是一個喜歡吃甜點啊 喜歡吃甜甜圈蛋糕巧克力的人 我相信絕對都會給它非常非常高的評價 為什麼偷偷減了兩分呢 它的單價呢 實在也是偏高 一顆甜甜圈等於一個便當的錢 不能常吃 常吃 胖的是這裡 瘦的就是錢包 但是我覺得呢 是非常值得讓你去排隊買一次 要跟大家說一下 每一個店家的開賣時間都不同 最好是先打電話過去 然後確認一下他們的開賣時間 一定要提前至少20分鐘 先到現場去做排隊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吧 我要先去吃我的甜甜圈啦 掰掰 不知道我現在看不太到我自己 我是不是 整個嘴巴都巧克力 我的手機感覺都要是巧克力了 要不是我現在在拍片 還要吃後面兩款 我一定先把這三款都剋光了 我今天是很幸福 好好吃 我剛剛去洗手的時候 有看到我的嘴上又多了 好大衣料的巧克力醬 這是有機的插嘴了 快點兒 快點兒 不能說太大衣料